大家好,又來到Dixon Baruchy 今天為大家分享的是第十九條AMC 第十九條AMC是非常簡單的 你記得的故事是 上課時Dixon經常分享的是最真相風感冒 為何經常滲鼻涕 一滲鼻涕的時候 鼻水都入了以煙管 入了以煙管之後 經常搞到中耳炎 所以一看到中耳發炎 後期 中耳前面的耳膜 所以答案就是Boi 所以當中看到這些題目的話 當中耳腕失了 會影響哪個結構運作 當中耳腕不會是耳窩 我自己的聽力也很正常 沒有問題 另一件事是鼻膜 鼻膜就是耳膜 會影響到 聽小骨 仰元槍 這些就不會選擇 你也會看到很有趣的 有大約二十個百分比 會覺得是耳窩 或者是輪元槍 但問題是 如果你記得故事的話 我自己做這條AMC 都不用一分鐘時間 我選擇了一種 就是Boi 其實整件事是溫暖的 這條就是耳眼管 這條就是中耳 這條就是耳膜 這條就是耳膜 最直接影響到耳膜 所以當你溫暖的時候 記得留意 Dixon Biology裡面 講書裡面的一些例子 而這些例子完全有些體會 讓我能夠有效地掌握到 怎樣去學好它 希望今天的分享幫助大家 拜拜